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来学习一款一线连带圆花的锅边方法 下面呢,我还是以这个三个花形两排为例给大家做演示 这里呢,先勾十个辫子针 勾完十个辫子针,然后往后数 一,二,三,四,五,在第五针 挑这一根辫子,挑这一根线 然后勾一个引发针 这样把它反转到这里 然后继续勾五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 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小圆圈 然后在这里面勾三个三卷长针 一,二,三 勾针绕三圈 插入这个洞里面 二,三 勾三个三卷长针 勾完三个,然后继续勾五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 继续在这个洞眼里勾一个引发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小花瓣 继续勾一,二,三,四,五 还是按照这个规律 勾三个三卷长针 然后勾完三个继续勾五个辫子 勾一个引发针 大家把后面的两个勾完 勾到一共要勾四个 勾到第四个的时候 这五个辫子就先不用勾了 这个 这里我已经勾到了最后一个 一共勾四个滑板 到了第四个的时候 五个辫子就不勾了 我们拿出这个 刚开始一共是起了十个辫子 我们在第一针里 做个引发针 这样就组成了四个花瓣 一,二,三,四,五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继续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辫子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继续 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下面呢 继续勾十七个辫子 十七个辫子完成 然后继续 一,二,三,四,五 也是倒数第五针里 挑这一根线 勾个引发针 然后继续重复勾这个小滑板 勾五个辫子 三个三卷长针 然后勾出四个来 最后第四个的时候 就先不用勾了 三个三卷长针 五个辫子 一个引发针 一个小花瓣完成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再勾出四个来 和这个勾法一样 勾到第四个花瓣 然后最后一个五辫子就不勾了 然后我们拿出这个花 小花来 从这个十七个辫子这里数 第一针里这里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第七针里 挑这一根线做个引发针 从这里数第七针 然后做一个引发针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这一个花也勾完 下面继续勾 一,二,勾两个辫子 我们拿出这个花来 这是五个辫子 我们找中间的这一个 找中间的这一线 把它连接起来 继续 一,二 然后和这个小花连接 勾一个短针 一,二,三 三个辫子 然后这里是七个辫子 也是找中间的这个 连接起来 继续 一,二,三 和这里连接 勾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这两朵小花就连接起来了 然后继续 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我下面继续 一,二,三,四,五 六,七 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下面开始勾第三个小花 一,二 继续勾十七个辫子 十七个辫子勾完 然后从这里数 一,二,三,四,五 继续勾一个短针 和第二个小花是一样的勾法 继续五个辫子 三个三卷长针 然后用五个辫子 勾一个引拔针 一个小花瓣这样勾完 然后大家重复这样的勾法 在第四个小花瓣最后 五个辫子这里就停下 不要勾了 这里第三朵小花就勾完 然后我们拿出这个两个来 还是从这里数 第七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这里勾一个引拔针 它连接起来 然后继续勾 一,二,两个辫子 五辫子这里 中间 大家看着好 它连接方法都是一样的 五辫子这里 一,二 再勾两个辫子 再和这个 连接起来勾一个短针 继续三个辫子 一,二,三 这是七个辫子这里 中间这一针 然后连接起来 继续勾三个辫子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两个之间就连接起来了 然后继续勾五个辫子 一,二,三,四,五 和这一个连接 勾一个短针 勾七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继续勾五个 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那我以三个为例 大家如果想勾多少个 然后继续往前勾 十七个辫子针 然后继续勾这个小花 按照它的连接方法 然后再连接起来 这里呢 我就勾三个作为演示 下面呢 我们拐过来 勾第二排 勾完五 这是五个辫子 然后再勾七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我们要往回勾 这里啊 七个 这里好像是它的拐角处 七个 这里是七个 这里是七个 然后勾五个 一,二,三,四,五 它俩 勾一个短针 到了两个小花中间 我们勾三个辫子 一,二,三 我们找中间的这一针 继续勾一,二,三 勾一个短针 然后勾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又到了中间 勾三个 一,二,三 一,二,三 勾一个短针 勾一,二,三,四,五 勾一个短针 然后这里就 第一排就勾完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勾 第二排往上勾 勾到五个辫子 一个短针之后 继续勾17个辫子 放一圈